姑娘 这点钱你拿着 去学校以后一定要吃好喝好 你现在正在涨身体的时候 也要一定要跟上 谁稀罕你这张希希的臭钱呀 看看你这捡垃圾的样子 你怎么能这样呢 虽然我们没钱 但是我们吃的也不能比别人差呀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捡垃圾的父亲呢 我根本就不想上什么大学 以后你别来找我了 丢人现眼 小姑娘 你怎么能这样呢 他可是你父亲呀 你考上大学 为什么不去上学呢 你爸他这样 不是为了你以后有更好的出路吗 你不知道 我爸他为了供我读大学 每天不停的装卸货物 空闲的时候还会去捡垃圾 他把全部都给了我 我也不想他那么辛苦 我想早点赚钱 可以帮他分担一些 小姑娘 小姑娘 你爸为了供你读书 他不顾一切地放下面子去赚钱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别辜负了 他对你的一片苦心 嗯 我一定好好上学 小姑娘 我小心你 你就要加油 大叔 你会做饭吗 会啊 我做的饭可好吃了 那正好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的食堂呢 缺一位主厨 月薪一万 你考虑一下还怎么样 啊 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去吗 当然是真的 谢谢 太谢谢你了 大叔 你女儿已经答应我去上学了 之前呢 她不想去上学 是因为怕你太累 大叔 我在你身上 看到什么叫父爱如山 加油吧 我相信 你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大叔 你看 闺女 是 时光时光满血吧 爸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 一生要强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事 哎 大叔啊 你这个菜 多少钱一斤啊 啊 一块 自家种的 这大白菜不错呀 来两颗吧 哎 姑娘 别拔了 别拔了 老农民动菜不容易呀 这不拔能行吗 换你你吃啊 来 撑一下多少钱 不撑了 不撑了 你都拔成这样了 就给三块吧 行 我扫码啊 人老了 没有智能手机 你就给谢金吧 什么 没有马 没有把你出来卖什么菜呀 这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带现金呀 宝贝 咱们走 哎 姑娘 你们不能这样 老农民种菜不容易呀 哎 我说 你这个老头 是你自己没有马 要不是我们不给你钱 还怪我咯 两位美女 别发火 要不这样吧 你们总共给我两块就行 你这老头 今天呀 我一番都不给你 大叔 大叔 这白菜怎么卖呢 啊 啊 一块一斤自家重担 行 大叔 把你都给我装起来吧 好 我把好的给你装起来 这烂的又不能吃了 大叔 把这会的也装起来吧 好的回去吃 这会的回去 带狗 哎 你说谁呢 你说谁是狗呢 我骂你怎么了 你们出了门菜不给钱 他把这家菜摔成什么样了 我今天就骂你们了 你们还是人吗 哎 你这么大个人啊 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就是 有你屁事啊 赶紧滚蛋 今天这事我拐定了 你们俩个必须给这位老人 陪你道歉 什么 你让我给你个臭卖菜的道歉 他长这个脸了吗 他笨了 大爷没长这个脸 就你着脸了吗 我告诉 子业不方高低贵姐 只有真凭 开放三六九等 今天 必须给这大爷道歉 你居然敢打我 你让我给你个臭卖菜的道歉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行 今天 但凡有一个人出来跟你说话 我就道歉 我快点给他道歉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 你打我这一巴掌 没有两万块钱 你走都别瞎走 好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有没有额上的 好啊 我们等着 好 我相信你们的眼睛 是雪亮的 他吗 该给这个道歉 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怎么一切恐惧我 老婆 你把什么东西惹出去了 能有什么 你把他破衣服 破筷子 破碗 李兄 你什么意思呀 能有什么意思呀 咱们一家子开开心心出去玩 你凭什么要带着他呀 带就带着吧 还要带一堆破筷子破碗 外面是没有吃的 还是没有穿的呀 我爸他年龄大了 脑子也不是太好 他之所以带那些碗筷衣服 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 他穷怕了 咬成了习惯 我们这些做儿女的 就不要给理解理解他老儿家嘛 你看看你刚才做的叫啥事呀 我怎么了 我但凡再给他点好脸 他不得上天啊 李兄 你别太过分了 当初你嫁到我们家 我爸身体好的时候 对你也不错吧 现在他老了 身体也不行了 你这要做 合适吗 他对我好 是应该的 你现在再看看他那个病泱泱的样子 看见就让人心烦 强子 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挑明了 既然咱们要出去玩 就开开心心的 赶紧给我把他坐回去 那我要是不送的 不送 不送 这别过了 好 送是吧 来 我下车 你干嘛 我妈走得早 我爸一个人含鲜入口的 一把屎一把牛 把我拿扯大 老下一身的毛病 脑子还不太好 我看他现在还行动方便 我带他出来转转 怎么了 怎么了 你闻闻他身上那股味道 谁能受得了 谁能受得了 我告诉你 那是父亲的味道 那是父爱的味道 而你身上 而你身上 是没有人性的味道 更难忘 你 你这么你 还有什么可说的 好 你要带他去是吧 我今天就要看看 有多少人支持你这个孝子 如果没有的话 你还得赶过我下车 好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北三秀威胁 你们会支持我的 天知道我有你的爱 是完美不祥 天知道